今集Session Starless會帶大家去拜訪髮型師SingTam 除了有幫K設計髮型之外 Sing都有跟多位名人合作 大家可以留意Sing的每一個髮型作品 在視角上的網絡都是非常輕和十分自然的 而要做到輕、自然、有效果 又能襯托到主角本身的角色或需要 其實並不容易 而今次Sing會在技術上 徹底為大家解構兩個借安期的髮型教學 首先在髮型剪裁方面 Sing會依據Model的頭骨 和頭髮的生長方向去分每一個Session 這樣做可以確保每一束的頭髮 都能夠以最自然的方向去垂落 然後在每一次修剪之前 Sing都會有個動作 他會先用剪刀在頭髮上掃一下 令到頭髮更加貼服 這樣做的話在長度預計上 亦都可以更加準確 修剪完長度之後 Sing會細緻地修剪一些Layers 他會用到FORWARD LEAR的技術 將頭髮拉向不同角度去修剪 到了Styling的環節 Sing首先會示範K在之前的MV或廣告雜誌中 都有出現過的微軟中長髮型 噴完一些能夠給到頭髮蓬鬆效果的打底噴霧之後 他就會將頭髮吹到七成乾 他會分四個層面去造型 先用S型梳去幫助吹鬆髮根 控制頭髮的方向 之後他就會再用圓梳去將髮尾吹滑 和製造一些空氣感 為了令髮根更加蓬鬆 他會用到縮米夾去夾鬆髮根和製造紋理 最後再用電髮夾去夾出一些韓式的軟道 最後再用電髮夾去處理 為了達到最輕的效果 阿星全部都會用噴霧式的造型產品 例如噴霧式的髮尾油 又或者Testure Spray 在地形方面他也會用到最輕身的Hair Spray 這樣就可以確保連在產品方面上 都能夠徹底為髮型造出最輕的效果 第二個造型會是K在金像獎裏面所造的 比較elegant和red look的造型 阿星會將剛才已經造型的頭髮紮起 紮一個低瀏海 所以大家可以見到 在馬尾最後都會有一個自然的軟道 為了令到柳海前面的兩側頭髮的軟道更加自然 我們會用直髮夾去夾一些軟道出來 最後由於我們想做一些red look的效果 阿星會選擇一款光澤度比較高的髮尾油 為大家完全解構在技術上如何做出 Arcade的髮型之後 我們下一集阿星會跟大家講解 平時女生可以怎樣利用髮型去幫助修飾臉型 以及如何透過造型增加自己的氣質 以及一些女生的髮型設計概念 記得留意下一集 Bye 我不喜歡頭髮紋理在兩邊 因為兩邊是不能修飾臉型 我通常會做POW位在前面 除非它是做兩邊很貼的 自己回到自己的 mindful 就算是同意